大家好 我是Angela老師 今天帶來一個禮物要送給失戀的朋友 這隻蠢蠢蠢狗 今天很開心邀請Angela老師來跟大家分享關於失戀的人 那我們如何用餐譜來療癒心靈 在療癒之前呢 我們就先來聊聊葡萄酒這一塊 Angela老師你本身有喝不好的經驗嗎 當然有你忘記我們當初認識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失戀的時候吃葡萄酒 非常好 那我們大概可以好好喝一下葡萄酒 我們今天喝的是葡萄的波特酒 那基本上波特酒它是一種加列型的酒款 其實所謂的加列型 顧名思義就是它的本身酒精濃度 是高於一般葡萄酒15%以上 正常的波特酒或加列酒酒精濃度 都會落在19-20度左右 那今天我們喝的這一款波特酒呢 是來自葡萄牙 兜樓產區的波特酒 這一款波特酒呢它不是只有紅葡萄 所釀製的波特酒 還有用白葡萄釀的WhiteBot 還有接近茶色的成年Bot 叫TonyBot 以及年份的VintageBot 還有所謂的持裝品的LayBottleBot 當然波特酒它有比較少見的像粉濃波特 或者是特殊的不甜白波特 Dry WhiteBot 那今天呢我們喝的這一款呢 是比較常見的LubyBot 安德烈森波特酒 它是使用傳統的小香物種進行發酵 因此呢它會具有一些像 非常美好的酸度跟丹尼 還有帶一些巧克力的味道 非常適合失戀的人 就像失戀人的心情一樣 溫味非常的複雜 五味雜成概念 喝看看 你看 基本上你可以在香氣當中 可以聞到非常濃郁的 莓果醃漬美的味道 非常飽滿的甜度 各位要理解喔 波特酒的甜度 並不是額外加糖的喔 它是本身自行在發酵過程當中 它只有發酵到5% 或是一半的酒精濃度而已 剩下的酒精呢 它是直接額外添加大量的Bot 因此它酒精濃度非常非常高 非常適合失戀的人 還有原來的味道非常豐富 而且帶有甜味 打開之後 沒喝完不用擔心 它可以耐儲存 放著不會壞掉 非常適合每天晚上失戀的時候 來一杯 如果一杯不夠 那就來一瓶吧 那Angel老師 妳覺得這一款酒喝起來的味道如何呢 我覺得這味道非常的甜美 讓人家覺得可以暫時忘記 失戀的感覺 喝這個酒就會讓人家覺得很愉悅 而且味道非常豐富 甜甜的 效果快 酒也喝完了 那我們今天特別邀請Angel老師來到現場 那妳有什麼樣的療癒占卜 要推薦給我們失戀的朋友呢 那我們今天呢 既然是失戀了 所以我們要給妳比較特別的占卜 用瑪雅圖騰來測測妳 如何讓妳遠離失戀 走出失戀的陰脈 Angel老師 請問一下瑪雅圖騰到底是什麼 妳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釋什麼是瑪雅圖騰 我們現在今天要玩的測驗的瑪雅圖騰呢 它是屬於佐爾金利裡面出來的 然後現今有人稱它為十三月亮麗 那我們今天就用很簡單的一些瑪雅圖騰 來跟大家玩一個心理測驗 好我們現在有四個圖騰 那我們現在來看Peter 你喜歡哪個顏色或是哪個顏色呢 我來看一下 嗯 我選擇黃色 因為黃色最搶眼 紅色的 然後我們要問問失戀的朋友 你選擇哪一個呢 我選紅色 你選紅色的 那我們還要看鏡頭前的朋友 你有想要選哪個顏色呢 大家選好了嗎 選好了我們現在要開始A8做解答喔 還有我們要先從兩位沒有選的圖騰開始 好呦 那第一個圖騰呢就是我們白色的圖騰 這個圖騰叫做白世界橋 通常它對感情是非常重感情的 所以在感情當中呢 他們常常會舉一些過不去的卡 所以我們會建議它 如果你要走出情商的話呢 可以去做義工啊 職工啊 或是做個居家的斷捨離 居家整理的斷捨離 所以就是找其他的事情來忙 然後讓自己忘記失戀這件事情 非常適合工作狂 對工作狂可以 但是我也希望你的愛心 你的感情無處放 還是可以去照顧流浪動物啦 或是去照去幼兒院啦 很不錯 失戀還可以造福社會 非常好 讓你發現有這麼多人 需要你照顧的時候 你的情感就可以受到 一種被需要的感覺 對 所以你就會療癒了 選擇白色的朋友 記得趕快去找被需要的感覺好嗎 藍色的話這個圖騰叫藍風暴 有沒有聽到風暴有沒有覺得很可憐 風暴覺得有點不是很好 但事實上這個藍風暴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 這個人是非常理性 而且有點像冰山美人 然後由於它太過於理性理智了 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覺得哇 這麼理性理智 你應該是 失戀還可以這麼的理性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哎呀你應該不需要安慰吧 我懂 對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比較建議你要離開舒適圈了 你開始要去嘗試一些 你不想要去做的事 或是你曾經想 或是沒有想要去做的事 去挑戰自己 對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擴展這個生活圈 你要開創一個全新的生活圈 離開舊有的環境 然後去嘗試挑戰 去做一些自己以往沒做過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看 兩位選的 Pitter選的是黃色的 Pitter選的是黃猩猩 通常選擇這個圖層的人呢 他通常給人家感覺是比較優雅 比較屬於眾人愛戴的那一切 他常常都會有自備spotline 畢竟是流浪四九四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他說他失戀的時候呢 一定會有很多人想著要安慰你 還有就是你的失戀的過程 真是讓人覺得像 偶像劇或是八點檔那樣 你這麼誇張啊 你這麼誇張是不是 好沒關係 所以我還建議選擇 黃猩猩圖騰的朋友呢 當你失戀的時候 請記得你要創意書寫 所以創意書寫 是把你失戀的過程都寫下來 喔 那是你心情的書吧 你要寫成日記啦 或是要寫成佛洛格都可以啦 或是你要像這樣拍個影片 告訴大家失戀的過程 我失戀了 對 然後我們最後一個選擇紅色圖騰的朋友呢 這個圖騰叫做紅天行者 有沒有覺得他像一個紅色的行李箱 很像很像包包 很像包包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他行動自如 有一句話就是說 不自由無名死 就可以用來養這個圖騰的人 所以他們身性樂觀 而且比較喜歡自由自在 如果有一段感情太拘束他們的話 限制他們的自由的話 他們可以選擇放棄 既然這樣的話 我就建議你還要出國去旅行 那現在因為不能出去啦 也歡迎全台灣走透透喔 以上就是我們幫大家做的 邁亞利圖騰測驗 好啦 那今天特別邀請Angela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失戀的朋友 該如何走出失戀的陰霾 那不知道對大家是否幫助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並且分享 那有任何問題記得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喔 也歡迎追蹤劉王宋的IG 跟Angela老師來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給我 你喝喝看看 我覺得他不適合 他讓我想起了 感謝不往美好的回憶 再給我 你要不要來一整品算了